嗨,小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华语,欢迎来到陈老师的学习天地,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华语,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华语,三个星期我们学了海洋生物,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单元十一海洋生物,再来一次, 单元十一海洋生物 好,读一读,从图片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海龟 海龟会爬也会游 海龟会爬也会游 是的,海龟可以爬到海滩上 它也可以在海中游泳 所以海龟会爬也会游 这是什么动物呢? 这是海豚 这是海豚 那么海豚在进行什么呢? 它在进行表演 那要表演的动物是需要经过训练的 所以经过训练的海豚会表演 经过训练的海豚会表演 没错 好,第三个我们看到的这是什么动物呢? 这是鲸鱼 这是鲸鱼 那我们从图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鲸鲸鱼的头顶上会喷水 所以鲸鱼的头上会喷水 鲸鱼的头上会喷水 好,再来看看第四个 这是什么海洋生物呢? 这是鲨鱼 这是鲨鱼 那鲨鱼有尖利的牙齿 我们看到 它的牙齿是非常尖利的 而且鲨鱼是肉食动物 所以鲨鱼有尖利的牙齿 好,最后一个动物我们看到的是 鲨鱼 那鲨鱼有八条 处须万竹 处须万竹 什么是处须万竹呢? 就是它的脚这个 一条一条的 这就是它的处须万竹 鲨鱼有八条处须万竹 好,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再来读一读哦 海龟会爬也会游 经过训练的海豚会表演 鲨鱼的头上会喷水 鲨鱼有尖利的牙齿 鲨鱼有八条 处须万竹 那今天就到这里 记得把功课做完 老师和大家说声 再见